我们也感谢主祢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产业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主祢赐给我们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使我们能够勇敢的跟随祢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都不摇动 必要得着主祢为我们那预备的丰盛产业 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 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 更加的彼此扶持 一同行走天路 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 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今天我们讲十架载路系列的第29讲 勇者日路 十架载路系列快要结束了 这个是倒数第二讲 今天我们来讲勇敢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 有没有对勇敢的教导呢 也是有的 孔子说君子有三个方面的品格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孔子认为三者 缺一不可 缺一则仁德不成 但是很可惜 在我们现代华人所看到的中国文化中 对于勇敢的教导和强调是非常少的 对于普通人而言 勇敢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品格 好像只有对于武将而言 勇敢才是个美德 即便如此 人们想到勇的时候呢 总是很自然地想到有勇无谋 想到像张飞 李逵这样的人 所以勇敢不但是 是不那么重要 反而好像成了满撞 容易犯错的代名值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这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刻意引导的结果 因为帝王不需要有想法又勇敢的百姓 他们需要没有想法又怯懦的百姓 这样的百姓容易顺服也容易同治 那面对外敌呢 这样的百姓一样也容易被降服被奴役 这他们就不管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对于勇敢的教导 圣经对于勇敢的立场呢 则全然不同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勇敢是非常重要 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圣经中有很多 肝强壮胆 不要惧怕 不要忧虑等等 我没有统计过 但是根据一些文士所说 大概有三百多节这样的经文 平均到每一天有一节 每一天神都提醒你要干强壮胆 不要惧怕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五节说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闪志 这里有个希腊词 Palesia 中文翻译成了勇敢的心 英文翻译成了信心 其实指出中文的翻译是更加的确切 因为Palesia 有一个意思就是 勇敢勇气的意思 这个是神的正面的鼓励 同样呢 神还有反面的警告 与勇敢相反的 就是胆怯或者后退 西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路沉沦的那的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你看见了吗 退后是路沉沦的 也就是说勇敢是得救之人 必不可少的评格 我再给大家读两节经文 证言二十八章第一节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事 Revelation 21.8 所以你看见了吗 勇敢是得救之人的标记 而胆怯是灭亡之人的第一标记 甚至是排在不信的前面 因为胆怯就包含了 对全能全上的上帝的不信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 保罗谈到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程 或者是经营保持的工程 或者是草木和解的工程 这个工程呢 要经历火的试验 能够存留下来的 要得散志 不能存留下来的 要遭受亏损 金银宝石为何珍贵 草木和解又为何低贱呢 因为金银宝石的质地 它不容易受外界环境的改变 所以经过火焰 仍然是能够保存得住的 而草木和解 很容易改变本质 经过火焰就烧成灰烬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石家载路系列中 必须要有一堂 关于勇敢的讲道的原因 因为没有勇敢 前面的二十几堂的道理 学得再好 别人稍微给你一点压力 你就妥协扭曲了 根本不能坚持 既然勇敢如此的重要的话呢 那传道人除了牧养慧众的心以外 还要刻意地培养慧众 勇敢的心 融化胆怯的心 我听说有的教会呢 至今还没有恢复实体敬拜 这个呢就让我有点轻抗 如果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如此小心呢 那个是算为是谨慎的 但是呢在联合国都快宣布疫情结束 满大街都已经放开了 教会还如此的 如理薄冰的小心 这个是超出科学范围的过分小心 你就算不能比世人更勇敢的话 起码也不要比世人更怯懦 那样的教会呢 他在保护他的慧众 肉身的健康的同时 其实在培养他们的灵理的怯懦 增添他们的捆绑 很多人呢只看到呢 肉身生病的危险 但却没有看到灵理怯懦的危险 胆怯和地狱那个是邻居的 如果再来一次瘟疫的话 有别的教会如果比我们先开放 我们不要去批评人家鲁马 像这一次疫情中 一些教会所经历的批评一样 因为那个正是世界对教会的批评 世人可以永远不聚会 但基督徒不可以 世人可以胆怯 基督徒不可以 所以必然有一些时刻呢 基督徒是逆流而上 他们的勇敢是不会被世人所理解的 第二点呢我们来讲呢 一人必要平信而生 第二点呢我们来讲呢 正是会生命的 勇敢呢他和信心呢 是紧密相关联的 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呢 一人必平信而生 这个词是重复了很多次 在网络中 正是会生命的 这不仅仅是说 我们对一套教义的持守 更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凭着对神的信靠而生活 人在生活当中 凡事都是需要信心的 比如说结婚就需要信心 你怎么知道跟这个人结婚会幸福呢 你出门需要信心 你怎么知道今天出门会安全无事呢 你上餐馆点菜需要信心 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菜吃了不会拉肚子呢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是需要运用信心的 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是自然而然的 无意识的在运用了信心 甚至没有意识到信心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一个人缺乏信心的时候 他就是个胆怯的人 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问题来 一个人如果对婚姻缺乏信心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婚姻的幸福 如果一个人对出门缺乏信心的话 他就会整天宅在家里面 失去外面世界的精彩 如果一个人对餐馆的卫生缺乏信心的话 他就无法享受这个餐馆的美食 所以你看见了吗 每一样信心的缺乏 就失去了对应的祝福 所以你看见吗 每一样信心的缺乏 就失去了对应的祝福 所以最最关键的 一种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的缺乏 那就错过了永生的祝福 所以借着信心的勇敢和祝福 是联系在一起的 缺乏勇敢的心就承受不了祝福 如果没有哥伦布对未知世界的勇敢的探索 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 如果没有宣教士不具艰险的传福音 许多人都会灭亡 而许多现今的文明世界 还会处于盲欢状态 基督徒在生活中 一切事情上的勇气 不是出于盲目的自信 正是源于对爱我们的主的信号 第三点我们来讲 胆怯是出于不信 人为什么会挡线 可能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是死亡 首先人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惧怕 因为有很多事情是超出我们的掌控的 它会不会带来很坏的结果呢 那些未知性让我们担心受怕 那你说那些当皇帝的 他掌控天下 他们就不惧怕吗 恰恰相反 他们更惧怕 更没有平安 因为他们掌控的越多 他们就发现 总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掌控不了的 他们就为那些掌控不了的事情而担忧 这个正是人类离弃神之后的可怜的光景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小孩子呢 在家他倚靠父母的供应和保护 他们不需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但是离家出走的滥子就不同了 他需要操心担忧自己一切的吃穿用度 罪人的观景呢正是如此 他不尊容神也不倚靠神 他高举自己 倚靠自己 他假装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一切 事实上不能 因此呢忧虑和胆怯就从此而来了 所以你知道罪人为什么活得累了 因为他在假扮掌控万有的上帝 那当然累了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主耶稣如此说 凡劳苦当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 耶稣说这在马上11章28-30 所以神医治我们的方法就是让人回归人的本位 为什么谦卑就能够享受安息呢 因为谦卑就是在神面前谦卑 承认自己不过是很有限的人 承认自己有很多掌控不了的事情 那你就不需要去承担超出自己能够承担的重大 你做好你所能够掌控的 将你不能掌控的交托给神 世俗的这些心理学鸡摊 他们也学了个形式 他们也会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或者说交托给神 问题是你是谁 谁给你安排 神认识你吗 你还交托给神 他们这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不晓得 基督徒说 交托给神的基础是 基督徒是一群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 神是基督徒的神 基督徒是祂的殖民 祂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信靠祂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福音的宝贵就显明出来了 基督徒成为特别的一群人 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因为福音 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靠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成为神的儿女吗 在不确定性以外呢 另外有一件非常确定的事情 令人挡窃 那个就是死亡 死亡是众人的结局 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 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无法逃避的结局 对于世人而言 无论你今天多么高兴 如果明天要死了 那你今天的高兴也变成扫兴 无论你多么的不想死 死亡都像一堵 无法逾越的墙 挡在你的面前 让你没有希望 无路可逃 这个黑暗的厚重 真是令人绝望 而死亡以后的情况 是什么样呢 除了神的启示 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告诉世人 所以死亡后的结局 对于世人来说 又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对于相信圣经 也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人 这一切的不确定性都消除了 圣经清楚的启示 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本来死亡就够可怕了 死后还有审判 那就更可怕了 传福音为什么招人厌烦呢 因为他催促人去面对 那个令人绝望的黑暗 但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 他只有在人去直面 这种绝望之后 他才能够意识到 这个好消息是何等的宝贵 死亡的结局固然可怕 但是耶稣基督 他胜过了死亡 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出路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已 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从使徒的时代直到如今 历世历代的教会 都做同一个见证 那拿撒勒人耶稣真的复活了 他是神的儿子 一切信靠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个就是福音 除了他以外 任何的宗教教主都死了 没有人能够活过来 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事情 而他死了 埋葬了第三天复活 他告诉我们的关于死亡 关于永生的事情 都是真实可靠的 我们越看到死亡的可怕 我们就越认识到福音的宝贵 而那些蔑视福音的人 无一例外 是漠视了死亡的可怕 他们的生活 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 他们的思维范围 只在今生 但是福音不是为了解决 今生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考虑今生的范围的话 那福音确实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这只是你的关系 那对 福音真的不是必要的 格林多前书15章19节 保罗说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1 纪文 15 节 19 节 如果我们只有这生命 而他们若是真正的 凝视死亡的沉重 认真的思考 那就算是复活的事实 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话 也值得他们认真的来思考寻求一下 那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好像 自己不会死一样的活着呢 因为胆怯 这个是深层次的潜意识里面的胆怯 他们逃避去面对绝望的现实 所以我要说面对问题 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而相信福音之后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死亡 因为死亡不是绝对的绝望 不是永别 而只是暂时的分离 圣经中把基督徒的死亡称为碎了 因为会再次醒过来的 你说尸体都烂了或者火化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是问题 因为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满有荣耀的身体 和主耶稣复活的样式一样 上周我看到一个微博大V讲述 他如何在疫情期间 带他爷爷看病的事情 非常非常折腾还只是一方面 老人家对死亡的恐惧和挣扎 那种绝望是最让家人揪心痛苦的 最后老人家还是死了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老 越来越靠近死亡的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衰败的 这个是一定的 如果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努力要把那越来越衰败的身体 修好的话 你怎么会不绝望呢 如果我们认识主的复活 也晓得我们要和他 一同复活的话 那现在的身体破败了就破败了 我们是不会因此而绝望的 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必要得到一个干强的 荣耀的 不会朽坏的 复活的身体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得到一个强烈的 荣耀的 不破坏的 和亡灵状的身体 哥林多后书4章16节 保罗说 所以我们不善打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2 Corinthians 4.16 所以我们不会失去心 但虽然我们的改革人生 而我们的内人 每天都被改革 每天 你看过圣徒临终的场景 那对比世人临终的场景 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世人的临终是绝望的 挣扎的 要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 去进入那个黑暗 而圣徒的临终是 安详的 平静的 平平安安的去的 因为在祂的心里面 有非常确定的 永生的确据 有那个复活的把握 那是神放在祂心里面的 因为祂的救主耶稣基督 实实在在是从死里复活了 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教主 各种各样的师父 所以你看见神解决人 胆怯的方法了吗 祂在最大的事情 就是死亡和复活上面 给我们百分之百的确定性 而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祂允许不确定性 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从这些 不确定性中 去学习 单单信靠祂 所以你看见了吗 关键的区别呢 在于是否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话语的人 就从恐惧中被释放出来 而不信的人呢 仍然活在胆怯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讲呢 勇敢的是跟随神 服侍神的一个必备品格 服侍神的人呢 他必须要从胆怯中 被释放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人怕什么就成为什么的奴夫 怕死的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奴夫 比如说弹以礼的这个三个朋友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他们拒绝敬拜 尼布蒋尼莎王 设立的金像 即便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 也不屈服 在巴比伦有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不应该敬拜偶像 但最后没有拜的 仅仅他们三个人而已 所以你仅仅知道正确的道理 是没用的 你需要有勇气 能够坚持 因为他们不怕死 尼布蒋尼莎王 就无法扭曲他们的信仰 惧怕人的就成为人的奴夫 而人的奴夫是无法服侍神的 正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隶一样 他们必须要先得到释放 成为自由的人 他们才能够真正地服侍神 希伯来书二章的四四十五节 这么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夫的人 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 最大的恐惧解决了之后 很多随之而来的恐惧也都解决了 比如说有的人很担心失业 其实就是担心生存的问题嘛 如果死完不能下到你的话 失业又算什么呢 有很多博士生担心博士不能够毕业 如果生存问题下不到你的话 学业问题也下不到你 有的人担心的不是死不死的问题 他是担心他自己也没面子 但是如果你足够谦卑的话 面子问题也就不是一个问题 一个悲喜施价的基督徒 他向这个世界已经死了 他是向神而活 来自这个世界的各种恐惧 那是吓不到他的 这样他才能成为真正的神的仆人 马太福音十章的二十八节如此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基督徒也不是无所畏惧的 而是怕那当具怕的 那正是那有权柄将人的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至高身 正是对神的畏惧 除去了对人的畏惧 美国人经常喜欢说 awson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令人敬畏的 而美国人是用他来表达太棒了 我的神学老师就批评说 人们老是乱说awson 真正awson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神 所以当基督徒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的时候呢 意味着他是 当当敬畏神 完全的信靠神 面对十字架载路上的一切的困难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此我说十字架载路呢 也是一条勇者之路 那党且退后的 他是无法行在这条路上的 旧约时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 神就带领他们过了红海 到达西乃半岛 然后从那里上到迦南地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这样一个问题 明明陆地上是连通的 干嘛非要从红海过 圣经中是有答案的 出埃及地的十三章的十七节 是这样说 法老龙百姓去的时候 菲利士帝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后悔就回埃及去 以色列人虽然出埃及的时候 高兴的又唱又跳 但是神太了解他们 他们只要遭遇一点挫折 就会后悔 就会开始退后 那时候埃及地和迦南地交界的地方 是菲利士人的地盘 从那里走呢 可能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增长 所以神带领他们往红海岸边走 在红海岸边 他们被埃及追兵追上 他们立刻开始抱怨摩西 神还是宽容了他们 神将红海分开 带他们穿过去 而将法老的精兵 淹没在红海里面 即便经历许多的神迹 他们对神的信实 还是表示怀疑 当他们到达这个迦南地边缘的时候 他们派进去的12个探子 带回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报告 这些探子他们都看到了 那个地呢 确实是非常的好 明书记十三章二十七节呢 他们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当时他们派了两个人 去扛了一串葡萄回来 你有没有见过一串葡萄 大到需要两个人一起抬的 但是请看以色列的葡萄 它真的有这么大 请看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确实是需要两个人去抬的 但是问题是 那里的敌人是很高大威猛 很可怕的 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报告啊 就有两种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另外那些人的报告 明书记十三章的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探紙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暴恶性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那族人 都是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炸门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说有12个人员 这有12个人员 他们将出现了两个人员 这就是两个人员 他看了两个人员 在这第一个人员 这就是在约1332-33 所以他们给了 海中的上司导入 大报告 那些人员 他们在那里 说那些人员 是在哪里 是一群人员的 那些人员 所有人员 他们在那里 我们有些人员 他们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我们看到 那十二個探子章中 猶大支派的迦勒和以法蓮之派的約束亞 卻有不同的看法 但十二個探子章中 Caleb從耶和華民族 和 Joshua從耶和華民族 有不同的思維 民宿記十四章第九節 他們說 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 並且因必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 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不要怕他們 同樣的困難 看到危險 而對神有信心的人看到的是機會 他們看到神的應許的成就 可見膽怯是來自於不幸 而勇敢來源於對神的信號 可惜以色列百姓的不幸 蓋過了迦勒和約束亞的信心 因此雖然迦南美帝近在咫尺 他們卻不能進去 只在曠野徘徊了四十年 有些人可能會說 那迦勒和約束亞好虧啊 被他們拖累了 但神是公平的 祂的作為是奇妙的 在曠野的四十年 從埃及出來的二十歲以上的男子 全部死在曠野 迦勒和約束亞是唯獨的兩個 出埃及時的成年男子 最終能夠進入迦南地的 別的進入迦南地的 除了婦女和老人以外 就是下一代的以色列人 為何當當處罰二十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呢 因為二十歲是以色列人服兵役的年齡 在迦南地邊緣臨陣退縮的 那些二十歲以上的男人 都是軍人 他們有勇敢征戰的責任 但是他們膽怯後退死了 所以死在曠野 就是神給他們的審判 而婦女孩童還有老人 本來就沒有征戰的責任 所以神也並不向他們追討 教會界裡面也有很多信徒幾十年毫無掌勁的人 他們就像那些在曠野 堂堂撞最終死在那裡的以色列人 因為在基督裡長盡 你需要背著十字架 需要裝備勇敢的心 最后我們要講一點勇敢的心是神的恩賜 在冷兵器的時代 軍隊的這個士氣對於戰爭的勝負是至關重要的 旧約中我們經常看見一個詞叫心消化了 如果戰爭中哪一方心消化了 那基本上這一方是輸定了 當以色列人敬前的時候 他們的敵人在他們面前就心消化了 而以色列人悖逆的時候 神就把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 他們在敵人面前就心消化了 但當以色列人敬後 神就把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 然後他們向敵人敬後 尊言21章的第一節說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 好像龍溝的水 水已流轉 同樣世人的心也是一樣在神的手中 神讓誰心消化誰就消化 神讓誰剛強誰就剛強 所以明白這一點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呢 勇敢的心呢 它並非是出於血氣的 而是出於神的恩赐 因此你可以向神來求 我從小就是一個擋小怕事的人 但是軟弱的我呢 我向神求一顆勇敢的心 因為我知道神在聖經中的應許 若存勇敢的心 必得大賞賜 你也願意如此向神求嗎 彼得以前不明白這一點 最後的晚餐的時候呢 他說無論主耶穌到哪裡 他也要跟到哪裡 他還誇口說 即便眾人跌倒 他也總不跌倒 主耶穌被抓的時候呢 他拔出刀來砍人 他的勇敢的來自於他的血氣 但這樣的血氣之勇呢 在蜀林征戰中是完全站立不住的 在大祭司的院子裡 一個小小的使女的質問 就讓她嚇得發誓詛咒的 說自己不認識耶穌 這讓他知道也讓我們知道 靠血氣之勇 是跟不了主耶穌的 但五旬節之後 彼得被聖靈充滿 在光府和以色列的領袖面前 放膽講道 這個時候呢 他才真正憑神的恩赐 成為一個勇敢的傳道人 勇敢的心呢 來自於對神的完全的順服 與神的關係是縱向上的 而在橫向與弟兄姐妹的關係上呢 盡量與信心大的人同行 而不是與膽怯的人同行 The relationship to God is vertical We also have this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hat we should all do is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who has great faith Not with those who are timid 神拆派祭奠出去征戰以前呢 讓祂先把膽怯的人先遣上 Before God send Gideon to war He asked him to cast out or cast out the people who are timid from his army 這個是很有道理的 And this is a very reasonable act 因為膽怯就像是瘟疫 它是會傳染的 讓膽怯的士兵在開戰前就離開呢 好過他在戰鬥中逃走 會拖垮隊友們的士氣 而與信心大的人同行呢 他的信心 他的勇氣都會激勵你 使你也成為一個 有信心有勇氣的人 Walk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great faith will also be an encouragement to yourself He's faith and his courage will all inspire you and you will become somebody like him as well 因此基督徒尾聲在一個教會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士兵要在戰鬥方針中 保持對形一樣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a Christian to commit himself in the church It is just like a soldier have to maintain their formation in a battle 人都有高低起伏的時候 你也會有軟弱的時候 People will all have their ups and downs and you will also have a weak moment 當你灰心上膽的時候 那正是撒旦用疑惑焦慮的火箭 在攻擊你 But when you are the moment when you are discouraged is exactly the moment that Satan will be attacking you through the flaming arrow of doubt and anxiety 圣經告訴我們說要舉起信德的臀牌來抵擋他 And the Bible told us in that moment we should raise the shield we should protect ourselves using the shield of faith 而在隊伍中的好處呢 就是說當你軟弱到 舉不起你的盾牌的時候 你的隊友會舉起他的盾牌來護衛你 幫助你振作起來 And when you are in the formation And when you are weak So weak that you cannot even hold your own shield Your teammates will hold their shield to protect you and get you back up again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Let's summarize today's message 我們今天講的主要講的五點 第一點勇敢的心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 We talk about five points today The first one is The brave heart is crucial for a Christian 第二點呢 一人必平信而生 沒有勇敢的心呢 就是無法承受祝福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righteous will lead by faith And blessing cannot be endured without a brave heart 第三點呢 膽怯是出於不信 而勇敢是出於對神的信靠 The third point is Fear comes from unbelief And courage comes from trusting God 第四點呢 勇敢的心是跟隨神的 必備品格 The fourth point is Grave heart is a must have for fallen God 第五點 勇敢的心是出於神的恩賜 And the last point Gravery is the gift of God 好 我們一同來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親愛的父神 我們感謝贊民 Dear Lord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感謝主你保守我們的信心 Thank you for protecting our message today 人的言語是有限的 We know our word are limited 但我們知道勇氣 乃是來自於主你的恩賜 But we know a courageous heart is a gift from you 求求主你賜給我們勇敢的心 Please give us a courageous heart 因為純匠的心必得大賞賜 Because those with their courageous heart will be rewarded greatly 堅固我們 Strengthen us 使我們可以堅持到底 直到見主你的面 So we can persist Till the day we see you again 與我們同行 Work with us 我們的感謝和禱告